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啊,来聊聊跟男人有关的话题 那么这个是因为前些天啊,我收到一个邮件 一个女网友啊,孩子妈妈写的 对我有一番表扬啊,我也挺感谢人家 然后她也分享了她的一些成长经历 今后呢,在合适的话题呢,我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她呢,在里面对我表扬的有一句话呢 我还挺感动啊,她大概原话是说 当然人家也是调侃开玩笑啊 说好像是叫全宇宙对女网友女观众最好的男播主啊 大概是这么个事儿,大概怎么说的啊 那么呢,我就想呢,对女网友啊,做一些视频 那么我这个视频呢,可能会得罪一些男网友啊 我的这个女观众的比例大概现在快50%了啊 这挺挺高的啊 那么我总结了大概几条男人的这种G点啊 其实呢,就是男人比较敏感的一些地方啊 这些敏感的这些话题呢,和她的在乎的东西呢 不管是在你是两口子啊,还是说情侣,还是第一次认识的见面的 尽量不要在外人面前和这位男士啊,讨论或者问有关的问题 男人呢,本身天然的有一些G点啊 有一些敏感点 那么聊聊啊,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呢 有八个方面啊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外貌 外貌呢,男人比较在乎的两件事儿 一个呢,是身高 第二是发型 身高这个东西吧 天然形成的改变不了 但是呢,男人总是过去就有一个词啊 叫堂堂七尺男儿 这个七尺男儿呢,大概就是四尺啊 七四尺,不会是英尺啊 英尺呢,就两米多了啊 七尺,七四尺的话就一米七左右 那就有那么个说法吧 所以呢,男人如果身高矮的话呢 你就不要用这种跟人家就是问人家身高啊 哎呦,你这个可不太高了 你有多高啊,尽量 别问啊,你是不是穿增高鞋垫了 这种啊,你就别别别问这个啊 还有呢,就是发型 发型呢,当然人家有没有头发的 也就那就就除外啊 像那个方的岩啊 那播主方砖啊,他没头发 没头发,人家发型也挺亮也挺好 但是有头发的男士啊 就他的什么发型,你尽量 第一不要评论啊 第二呢,别摸啊 这男人你摸他头发,他挺挺挺在意的 有甚至包括夫妻之间啊 情侣之间,你尽量少摸他的头发啊 摸他的头发啊 尽量不要 其他的,我觉得男人无所谓 比如说,胖啊,瘦啊,皮肤黑啊,白啊,眼睛 哎呦,你这眼睛这么小啊 啊,这个这个这个 五官呢,这我觉得男人都还行啊 穿着打扮,你怎么穿这件不好看呢 你穿这件T恤,男人都还无所谓 但是身高和发型,这是他的G点啊 敏感点 第二一个方面呢 就是事业 在外人面前,或者在一个角儿上啊 你也尽量少问啊 这个情侣啊,夫妻啊 有的时候是啊 就是不知不觉说个话 人家话感话就聊在那 可能你这个女友就突然 或者你太太问一句 哎,你们单位那个 哎,你们跟哪不是有关系吗 你认识那个人吗 怎么怎么样的啊 不要问这种话题啊 就是他在事业上的一个职位 第二人脉,第三权力 这三块的事儿呢 尽量不要在外人面前问啊 如果是普通男士呢 你也尽量少打听 他愿意说,愿意展示的 他一定会说的啊 就是他职位 哦,你这个六级啊 十二级或者是几级 因为很多公司是分级的啊 那么相当于什么呢 你别打听这个东西啊 少继续问啊 还有问人脉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 办点什么事儿 哎,对老公 那你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呢 哎,那你认不认识什么 你不要在外人面前问啊 有的时候 其实人脉的这种优势和展示 也是男人的自信啊 但是你这种东西 他我就没这关系啊 我就是一个技术男 社会交往也少 你问我这个 我谁也不认识 那哥们可能在某个场景 人家说啊 我认识啊 我给你办啊 怎么样 这男的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别扭 你看我 不如人家认识人多啊 所以这个人脉 还有就是权力啊 你能管什么事儿啊 你都管上 你就看仓库啊 还是你就管洗澡堂子啊 管传大使看大门啊 你这不要问啊 你他到底管什么事儿 你别问啊 第三一个呢 是钱 跟钱有关的啊 你挣多少钱 别问啊 有多少钱 也尽量少问 而且呢 像关系不错的朋友啊 在一起之间聊天啊 你也别问这种话题 你可以问他花了多少钱 哎 你这车新车买的不错啊 花多少钱啊 哎 他肯定会愿意说啊 这二十多万 或者三十多万啊 这个 你如果说这 哎呦你这包不错啊 你这个 这个怎么样的 这花多少钱 他爱听啊 他爱回答 但是你别问他 挣多少钱 有多少钱 哦 那这个项目你们做了 把这单子抢过 你们挣多少钱呢 别别问这个 他挣钱多 他一定会自己说的啊 有多少钱啊 这这这也别问啊 就个人资产和钱有关的 其实是挺敏感啊 那么第四一块呢 是出身 地狱 有很多男人呢 不太愿意表达我原来的这种出身 来自于哪儿 我祖籍是哪儿 有些人是不愿意说的 你包括在美国也有很多啊 你别打他打听人 原来国内是哪儿的 他愿意跟你说 就会跟你说的啊 相亲的时候也有 你比如说 有些地狱啊 是有这个在中国人圈子里有这种地狱歧视的啊 你比如河南的 河南人呢觉得 哎呦都是骗子呀 那他就不愿意说我是河南的啊 那老家伙北方人哎 人说个北方人 你就哦 就行了 你别再问了北方哪儿啊 你就讨厌了 人家不想说啊 就不要问啊 当然河南人我是没啥那个 我我们我妈妈我老娘的祖籍是河南驻马店啊 就是这个出骗子那个地方啊 驻马店 我妈大小是9岁啊 才从河南来到天津啊 我爸是从沈阳跑到天津 所以也算是两个移民凑一块了 然后在那儿啊 河南驻马店啊 然后呢 你比如说还有人说上海的 上海人叽叽歪歪呀 这也是属于习惯性地狱骑士啊 山东抠门啊 山西抠门 说立体我山西的哦 山西人抠门啊 你内心里头有这个啊 东北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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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村的啊 沈阳的啊 加姆斯的啊 你这东西就觉得东北人好像粗鲁啊 这是有这种地狱骑士的这种概念啊 粗鲁 山东呢 就是不尊重女性啊 有这种你要说天津呢 天津太贫啊 北京人太傲 你这一说是甘肃人太穷 所以说起来全中国哪个地方都有毛病啊 所以有些人人家不愿意说出身 我祖籍哪的啊 我籍惯哪的啊 我老家人家不愿意提啊 你也别问啊 第二是学历 学历啊 在哪上大学啊 上没上过大学啊 怎么怎么样 学哪个专业的啊 别问啊 人家现在博士 其实他就只上过小学 那你说你让人多尴尬 小学博士不好听啊 都都不愿意听 所以呢 你别问啊 别问啊 人家说自己博士就博士啊 管着吗 对吧 然后呢 还有父母的情况 出身啊 他父母的情况 哦 你爸妈原来也在你们老家呀 做什么工作的 这别问啊 这不要问 这属于男人的这一点啊 那么第五项呢 第五个方面呢 是关于思想方面的 比如说男人比较在乎 你不要问他 你喜欢看什么书啊 你喜欢哪个作家呀 这跟思想有关系的啊 可能很多人不看书 这个问题呢 他还不能回答 我就看故事会 你说啊 我还爱看故事会 你这个 你就好像很很这个这个 很不拿不上台面那种 回答似的啊 但是呢 他一说啊 我看过这个我也看过 那我也看过 世界名著 古今中外都看过 那也不可能 所以别问 跟书有关的事别问 思想啊 你喜欢看谁的书啊 什么的 而且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容易引发争论 再有一个呢 他愿意说的 他会自己滔滔不绝的给你讲 哎呀 我喜欢看天文的书 我喜欢看军事方面的书 我喜欢看什么什么小说 我喜欢看武侠的 我喜欢看金庸的 我喜欢看这个古龙的 等等吧 然后呢 第六方面 第六块呢 这一点啊 就是敏感点呢 就是技能 不要问他的技能 或者说呢 不要去比 攀比啊 女人啊 情侣啊 你不要去攀比 你看我那 那闺蜜她那老公 人家哪有人自己会修车 人家怎么怎么样 弄得好极了 哎呀 谁谁 那那那我那个姐妹 她她爷们人家做饭 可好吃了 人家炖的鱼啊 怎么的 你看你这啥呀 你做饭 你这根本锅儿飘盆 锅儿飘盆 你就分不清啊 你这个不要问 你这个不要问 那么 第七项 这就属于第七和第八项 属于进入深水区 就是极端啊 高高高高敏感度的问题 就是关于女人 也是他的这种这一点吧 算是啊 敏感点 男人有一个秘密啊 男人有一个秘密呢 就是说呢 他如果他的女友或者他的太太相貌平平啊 他不太觉得真的是很一般人 他一般不太愿意展示啊 修 或者说经常朋友圈里发他的这个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的太太的照片啊 经常不太愿意啊 不太愿意修 不大愿意领出来啊 有好多朋友啊 甚至很多年的朋友啊 单位的什么同事啊 你这一直就没见过他老婆 你就没见过 没见过呢 就是人家自己不想让你知道啊 但是偶尔某个场合一碰 哦这是哦这是你太太哦这是嫂子啊 哦嫂子你好你好 我是谁谁 要不一问哦 这是弟妹哦 弟妹你好你看 绝对就是很普通的一般人啊 但是但凡他女友要是老婆或者是这个这个太太很漂亮那种 他一定给你带出来领出来啊 让哥们兄弟得看看啊 这修你看我这个啊 咱这就一般人啊 这媳妇你看 心里头不愿意啊 天天腻护着我 你看呦我天天 这媳妇这美女啊 我的天你真行厌福不浅呢 怎么怎么样 哎面子上好看 他愿意修啊 但是他他那啥的话 他就不太愿意修啊 其实这也是男人的一个敏感点啊 还有呢 不太愿意呢 说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他这个你不要尽量去问 喜欢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永远是一个谜啊 在男人心里心目当中的一个谜 这一生可能他的爱人 他的情侣 他的女朋友 他的太太这一生都不知道 我老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完美的女人只在他心里啊 而且呢 你要知道这个男人其实非常注重 这个女性的身材和外貌啊 这个比例大概能在40%吧 除了这个之外啊 你就是性格呀 什么个人的这个气质啊 个人的什么其他的能力吧 这也是一部分啊 但是身材和外貌 确实是一个比例比较大的啊 但是很多男人可能嘴上不这么说啊 但是其实这是挺挺中有啊 还有呢 就是对这个跟女人有关的呢 就是自己的女友或者太太啊 穿的越保守啊 越这个包的越越严实啊 包裹的越严实越好 但是别人的女友和除了我女友 或者我太太之外的所有女人穿的越暴露越好啊 这是有这种啊习惯思维的啊 那么第八项呢 就是高压线级别的这个G点啊 不要问不要打听 夫妻之间呢 也是尽量啊 这个这个注意这个尺度啊 怎么第一个呢 不要问性经历啊 就是有的女人爱问啊 你和几个女人睡过觉啊 你除了我之外还和别的女人睡过觉 你和几个不要问这个问题 也不要问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性能力啊 性能力这种你也不要去问啊 我原来有个小哥们 就我说那个 哎呀 他那个哥们呢 他有个女友 那女友挺好的啊 他后来问我 说洪哥我们对象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问你什么 他说那天他突然问我 说你那这个小鸡鸡 在你朋友那里头 算是大的还是小的呢 你说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 哎呀 我想了想 我说你这样 你就说正常 就是正常 他说他说 他问我 他说他听他们姐妹说 人家有的特别大 有的特别 就问我 因为他那个女友 确实也是挺单纯可爱的 也没有什么恋爱 也经历什么啊 就跟他 然后他问我 在我的朋友里 我这小鸡鸡 算大的还是算小的 这怎么回答呀 我说你就算正常就行了 你说这 没有仔细比较过啊 都正常就行了 尽量躲开这 郁闷了好久啊 因为这话题啊 因为我们的哥们有点胖啊 小胖子 这事啊 性能力不要去问啊 也不要比较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比较 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啊 就是女性 女女女女女观众或者女网友啊 你有过以前的感情经历啊 有有过其他的这种经历的话 你不要跟现任去比较去谈 这种东西是核弹级别毁灭级别的 他方级别的问题啊 就是说这种事情 如果你说啊 你看以前我们前男友那怎么怎么样的 在这个东西上千万不要 这是一个不可触碰的一个禁区 你一旦把这个事情一比较出来 你的现任一定会 就是说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说这种啊 核弹级别 他方级别啊 这种村草毁灭级别的这种问题和这种比较啊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 不要干这种蠢事 这种蠢话不要说啊 还有呢 这个跟性有关的呢 就是男人他肚子里一定有 起码至少有一两个 黄笑话 你他愿意跟你聊呢 就跟你聊 你不愿意跟你聊呢 你就别问 他男人肚子里都至少有 至少听到一两个肯定是有的 黄笑话 所以大概是这么这个八个类型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对于情侣和夫妻呢 我也有一几个小小的建议啊 就是你的现任的男友或者你的老公 在他的内心当中的G点和秘密 有这么几个不可触碰的啊 你们这个问题 就是说亲密关系了 已经亲密关系这种啊 第一个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啊 明明你发现问题了 你也知道答案发生争论遇到什么 呃不要装傻装傻呢 往往是一些比较怎么说呢 段位比较低的表达方式啊 表现方式 有人说哎呦我媳妇知道 但是我媳妇跟我装傻 这男人是能看得出来的 你一定要去猜 让他知道你知道了啊 你发现他这事他这个劲头不对了 但是你一定要去猜 但是一定要往错里猜 你觉得怎么错就怎么猜 你千万别猜那正确答案 你心里可能知道那正确答案 但是你别别说那个 你说的错的 这样的话呢 你要显得比对方呢 不聪明 对方觉得 你看我这女友或者我老婆挺聪明的 但是他还是没发现 你看他还聪明不过我 哎 你得让他有这种成就感 有那种自信支撑 所以呢 你一定要猜 但是往错里猜啊 千万别猜对了 别说那个对的答案 那这样你显得聪明 但是你聪明不过他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呢 在两个人发生争论啊 争吵的时候 遇到问题 男人呢 往往会放弃他的真实想法 口是心非的 应酬你 应酬你 行行行行 对你说的对 对对对就这么办 我弄的不对 我不应该那样 行行行 好别生气了 他其实大部分的这种情况呢 口是心非 因为呢 他嫌麻烦 他并不是说怕你 他是烦 你跟我 哎呀 折腾来折腾去 激个鸡激个鸡 烦死了 行行行行行 你说对啊 就按你这么办 就完了 其实他内心呢 没同意你这个方案 但是呢 他嫌麻烦 就同意了 就怎么着吧 行行行 无所谓了啊 就怎么着啊 其实你要知道这么个事啊 呃 第三个这点呢 就是你的另一半啊 情侣或者老公 如果在某个局啊 吃饭呢 聚会呀 郊游啊 几个朋友带着老婆呀 男男女女啊 那个你的这个伙伴又带个什么小姨子 小姑子啊 带个什么小表妹呀 一块来啊 男男女女的这种群里头 突然发现你老公啊 有点话多 哎 有点亢奋 同时他这个口风呢 跟平时说话不太一样 尤其是有口音的朋友 他突然哎 你发现他从地方台转到中央台了 他用普通话这个口风啊 这个这个这个腔调啊 说话 那你就要注意 在这个角里面啊 在这个场景里面 一定有他新衣的那个女孩出现了 就是他喜欢的那 他但是他不是说喜欢要跟怎么着 但是哎 那长相漂亮 呦 这女孩我看着挺喜欢的 真是喜欢啊 但是就纯是喜欢啊 就绝对没有什么 但是这是一种啊 原始的这种男人身上有的啊 这种动物性动物特征的一种 一种求偶方式的一种体现 就是他见到了哎 他这一瞬间其实哎 他有点好像要发情似的啊 就就是 他是一种原始动物本能的 这种求偶方式的一种 在人类身上体现的这么一种方式啊 是出现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哦 你得看看这周围里 哦 可能是那 我那姐妹啊 她带她那个表妹出来了 那表妹你看高矮胖瘦 这是小妖挺细 挺苗条的 你看我老公的表现 哦 她是在求偶啊 你得知了这么个事儿 但是不要戳穿她啊 让她表现表现完就完了啊 她也不会怎么着 但是这个场合呢 你不要去让她下不来台呀 或者是故意的去揭露她呀 哎 你怎么 不要啊 这不要这么干啊 让她完成这个求偶方式的这种展示啊 回去她还会正常的跟你生活啊 这没问题 不影响大爱啊 那么 再有一个呢 呃 就是一些隐私类别的这一点 比如说 她有某些密码 这个密码啊 是一些你看不懂的数字的排列组合 那么背后呢 一定有她的原因和道理 不要去打听 不要去问 这个密码到底是谁的 是个什么数啊 代表个啥啊 我有一个密码 我太太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这个密码什么意思啊 这是她搞不清楚啊 但是她好在她也知道 她也不问啊 她也不问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啊 这个密码的来源 不要问 这是小事啊 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呢 这种隐私类别的呢 就是她有的人啊 有一些比较怪癖的这种恐惧的这种生理反应 比如有的男的怕虫子 是有的 我身边有个五大三松都快一米九了 那哥们儿啊 一米八几又高一壮的 就怕虫子 一说哎 你这脚里什么玩儿 哎呀 别动我吓唬我 给他吓得够呛 你打老爷们儿 他就怕虫子 就是说有的人是这样 还有的我的身边朋友呢 怕那种羽毛类的动物 你比如说这个鸽子呀 鸡呀 就凡是有羽毛的 他都害怕 我怎么能这样 他吓得够呛 但是其实他是有这种怪癖的 你不要拿这种怪癖去逗他 去吓唬他 或者说呢 在外人面前的拿这事呢 去揭露他 其实在内心当中他挺忌讳 挺讨厌的 你这样做的 不要这样 你外人说哎 你不知道 我对象你别看这五大三松的 见之积极的都害怕 你看拿着积极的下去 哎不要干这种事啊 不要说这个 所以呢 这种具有恐惧的怪癖的这种不要啊 再有呢 比如说有的男士呢 喜欢进厕所拿手机 很久不出来 这个有一定有他的事啊 不要问 也不要去打 你拿手机 还要进去一个小时不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过年了 你不要问这种啊 他一定有他自己在里面通过手机 实现他愉悦的事情啊 比如说哎 他看这啥呀 要不是这个给谁打个 发个什么秘密的信息啊 什么的 哎这种啊 不要问 还有呢 就是这种 这个 不要尝试啊 有一个重要的底线啊 不要尝试去抓住你的另一半 对方的小辫子 或者你认为是他的命门 千万不要这样做 去尝试啊 比如有的人 你小心啊 我告诉你 你再问他 回头把你年轻时候那点丑事 我都跟孩子们说 怎么样 不要干这种事情 特别的低级啊 特别的伤人啊 而且不要尝试去抓住 你让你的另一半知道 你的手里有他的小辫子 这种事情 蠢事不要干 也不要拿这个去威胁啊 我告诉你 你哪个哪个的什么什么事情 我上哪儿告诉你先 或者我告诉你 你爸妈也怎么怎么样 不要尝试用这种小辫子去威胁对方啊 这是一必要 这种事情 往往可能那件事真是他的命门 可能会发生一些极端意外的事件啊 所以这个不要干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啊 举个例子 我身边的朋友当中呢 有啊 就是这个私房钱啊 很多女人说男人肯定有私房钱什么的 你要知道一个大概99% 99%有点夸张吧 95%以上吧 这个男人呢 如果有私房钱 你放心在你们家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他的私房钱绝对不会在家 绝对不会在家里面 他的私房钱呢应该是在外面 比如说他的哥们兄弟啊 在那些地方被看管啊 照照照照照看 或者说呢 他的直系亲属 比如他放在他妈妈那儿啊 他爸爸那儿啊 啊 他的这个 其他他认为可靠的人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藏在家里 呦 在藏床底下啦 藏柜子上的 不会啊 大部分这大部分男人不会那样藏私房钱的啊 而且私房钱并不是大多数 我自己感觉 我并不认为是比例很高的一件事情啊 有私房钱的男人并不多 只是大家 愿意用这个话题呢 做一个调侃 开玩笑 其实真实生活当中 我自己觉得真是私房钱少嘛 而且像我天津有哥们啊 限高啊 就是他开过好多公司 其中有几个公司呢 现在被这个法院这个限制限高 这个这个消费嘛 限高 所以他所有名下不能够财产 他都得给他媳妇 全都搁他那儿 所以他自己呢 也确实没有什么私房钱啊 你现在谁还用现金 没法弄啊 所以这是没有的啊 还有就是这种 呃 两个人之间吧 多多沟通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 今天呢 也算是分析了很多的秘密啊 跟这个女网友分享了一些 秘密 可能会得罪一些男网友啊 但是我觉得也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吧 呃 那么今天我说的话呢 希望各位女性网友啊 能够入脑啊 入心入魂啊 这真的 我说的一些 大家千万不要触碰的一些底线呢 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